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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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付了一些IP核观 然后一些微服框架 一个数字中间框架 还有一些文化性保障相关的一些项目 好 然后这是今天大概讲的分析 跟他分享了一些几个topic 第一个就是 他们开始这个网络Io跟那个线路模型 第一个就是 其实能够 哎 应该前面还有几个吧 这个 好了 后面更新是吧 对 没关系 那么就是 本来刚才前面讲的那个 TOMCAD 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完善 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考验项目 就是我们每个人工作 可能在那里做开发 第一个项目接触的就是这个TOMCAD 因为你要做一个IP项目 你要部署你就用它 对 因为拖到这些东西以后 还有就是这个 WebSocket 然后还有刚才下面同学讲的一些安全 然后还有 对 对 还有很多一些这个 LB2啊 LTB-S啊等等等等 对 我们今天主要讲就是找这个 它是Io跟那个线路模型 不过IoE包括我们就讲 NiO跟那个还有新智的NiO2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还有 对 现在就是NiO1的话 就是这个TOMCAD它是那个 它默认 现在不过一直到 从7到10 现在也都看了一下 它都是默认 还是NiO1的框架 对 一直到现在 那它的这个线路模型 就是我整个画了一张图 就是 它翻译这个Acceptual线 Acceptual线就是负责这个 负责这个 这个接触连接 就是我们TOMCAD 我们批一个端考端考 然后我们接触这个 接触整个浏览器发现的请求 就是Acceptual线的 Acceptual线程 它是Blocked 就是有连接 它就觉得没有连接 它就阻塞在Wide 在那里等待新的连接 那个请求 然后它接触这个连接 它会把双减一个Socker 然后把它封到那个 用的Q 这个TOMCAD搞了一个用的Q 就把那个 到一个Socker封到一个Q里面 然后通过破线的 来消费这里面这个 消费这个Q里面的Socker 然后去注册到Socker Socker上去 这个破线呢 它是负责 做Socker的循环 你这个上面是不是有 一些读书件写书件 对 然后整个 如果上面有读书件写书件 然后它再去做读 然后就提交生产 一个Socker Proxy 提交到那个 Cantanina Workshin 我们平时工作 我们平时那个 这个 有代码我们今天都是跑的 Cantanina Workshin 车里面 包括你打的字 都在这个线程 对 这个点是它是一个 NL的这个 一个 这个 线程模型 对 刚刚一下讲了 把这个 都 请给你一下讲一下 然后破线程 就是 或者这个 都是读书件 跟那个 都是读书件到那个 Select 然后就是那个 上前Socker Proxy 然后提交这个 提交这个 提交这个 Cantanina Workshin 行动书里面去 然后 这个 安利就是读书件 就是他等你这个 你我 我有一个读书件过来 他要提交给 提交给 那个 到那个 Socker Proxy 让真正去 处理这个 接下来请求 因为我请求 我还 见年纪以后 他要把里面 报读书 但是 这个破线程 他是不会去负责读的 他只是做一个 做一个 事件 触发机制 把他告诉你 这个 见年纪以后 一个事件 这个 请求过来了 你要开始读了 然后他 然后他 为了把这个事件 要安利就是这样 因为 他 因为 他一个请求 他只能 必须要保证 直接有一个 这个Cantanina Workshin 去处理 不然 否则的话 他下面看 他又会创建 一个Socker Proxy 然后又交给 另外一个人处理 所以我在 我们这个Cantanina Workshin 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是不能 再有另外一个 人去 读这个Socker的数据的 否则就会乱掉 包会乱掉 所以他会要 安利就是这个操作 那个Cantanina Workshin 对 就是 这里我贴了一段代码头 那就是 其实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他只是 破线的 只是告诉你 有读时间可以读了 然后 具体读 那都是 具体读的IOS操作 还是有这个 还是用这个Workshin 来处理 Workshin 那他否则读哪些操作 他只是 主要是这个 这些请求行 请求行 这个肥肚杀的 他就是 假如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能发一个请求过来 ATP发一个请求过来 对不对 盖的请求过来 泡的请求 你的包可能是完整的 对吧 但有的情况下 有些人要工地请求 人家要模拟一些 做一些坏事 我发一半过来 对不对 然后你的扛 可能是不完整的 那这时候 破线 这个时候 他是不会堵摔的 他就会 去读这个读时间 怎样的下次继续读 读送给的这个不闻 然后 读完了请求扛以后 他就会读这个 解析头 对 解析头跟解析也是一样 他也是不会堵摔的 他只是 你配上考这个 头的大小 然后他就会 去按这个头大去读 读到头的结识符 然后按结识符 然后这个 对 读完了这个请求扛 然后做请求扛 就用解析以后 然后他就那个 就往下找了 这个时候就会 我们做一些这个 因为我们 TOM Academy 愉快就是很多的 我们这个Field 很多的Field 然后还有一个Severnit 然后就做一些路由 去路由 去批评你的Field 批评你的Severnit 这些皮肤完了以后 然后就 因为我们 这里面做完处理以后 我们就可以 也会让这个 自己读到它的玻璃 对不对 比如说玻璃 不完以后 这个时候就是 它这个跟请求扛 跟那个请求扛是不一样的 它就会 它会 它就阻塞一次的 所以它不像那个请求扛 就是扛 它会 把它非阻塞 它就会 把这个 这个 扛队握线 给这个 侍奉点 等待下去 它就会处理另外的请求了 但是玻璃 如果至少 不完之 加上你的 你的 你的 是 1K 你 你 玻璃只读到这个 500个日记 对不对 那 这个它就会阻塞在这里 这个阻塞是设计我们的 Cardinia's WorkSense 对 这是这个 它的那个 代码是封到它这个 阻塞的一个 机制 对 它就会 向中国 添加个Wate 然后这个 一等 读读试验 然后等到下次那个 破线能够发同性可读的话 就会用这个 Wate来 来放行 这个 Cardinia's WorkSense 对 这整个是Cardinia's WorkSense的 一个机制 然后 对 前面讲了 我们就是 大概就讲了 这个 Io 这个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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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Io Io 这是 income SELEC pressure 然后 这个模型跟那个 Nio Io 这个模型就a 一个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 这个 中间的 这个 covid 原始的 популяр 我们就是 这个 把这个现在模型就简化了 其实说 andere说 网上很多人说这个 他们可以看 Aa2 是一个 一部的IOS 其实它也不是 它只是基于它自己 基于一波 来API的实现 模拟了这个 模拟了这个 我IOS是我提及 我这个事件有可读的时候 我只是告诉这个 超级信用超级信用 我这时候我就 换回去做其他事情了 然后超级信用 给我把这个数据 给读到我的把法里面 告诉我 你可以用这个数据了 你直接去取这个数据去了 不像这个IOS 同步IOS 我要发给大家读 然后我自己 经常突发这个 找到信用去 copy copy 数据过来 然后我去等在这里 等到好玩了 我再去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就阻塞在这里的 在IOS IOS其实它也是一个V 其实说 应该说是一个V的L 对 并不是真正的L 也就是说 它是API 这个新机制 模拟 你告诉你 我是读完成了 写完成了 这些事件来毁掉我 一些跟我们操作 对 好 这个SWAB 整个它模型 就是一个Pole 一个Pole 现成 Pole 现成的话 就是 我这么图 不知道画的这个丸子 就是Pole 现成它是 就是相当于这个 直接操作这个 一Pole 这个 wait 在这里的现成 是这个现成 它有事件来以后 它就会说 那个事件 上了那个 连接事件 读事件 写事件 是吧 它就这里是有一个 封在它的队列里面 它只要有 它就会一直读 不会一直哦 而我新建一个连接事件 我就去 我就那个 现在读事件 我就处理读 它是先把所有的 已经这个 这个完整的事件 可以先把全部读出来 加上现在有三个 它就先把全部读出来 读完了以后 它才 然后它就快 这一靠一个 就开始去处理了 去处理 我是一个连接 然后我就封在去 做这个连接的 这个 这些 except的 做except的操作 把这个连接读出来 对 它间连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 没关系 就是 就是接受试检 封到这个 有没有的Q 然后接受连接 接受连接 它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 不像我们这个 121一样 还是 一个弹路线 它是 如果是 这里有一个区别 就是 如果你是 这个 一般他们看 它是那个连接 它是限制 它是有限制的 就是默认是 一万 一万 如果是 如果你是负一 就没限制 那 它这个时候 因为它是没限制 那可能 我except的话 就不会阻塞 如果你是有限制 的话 那可能 打到目标 它可能就会阻塞 所以这时候 它就有两个 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果是 如果是 你有限制 那 它就会 不会因为当前 这个破限制 我就去做 这个except操作 对不对 如果你阻塞 我这个破限制 阻塞 那整个 后面的请求 都抗入了 对 都接受不了 所以它是 新提交一个任务 到这个 限制词里面 然后这个新的任务 Task 其实它这个 就是一个Task 一个Task 提交到这个限制词 那这个限制 就处理 后面 接着做这个 except的连接 对 这个区别 然后 这个 然后这个 它这个 数据 数据可用 如果当年 我是一个读书界的 我是 我就能读 读 读出来 读出来 然后它就能提交到 这个 提交到这个 上了一个 那个 所谓的 Policy 交给那个 Condalytic Work 这个时候 读书 有破限制 去完成的 没有数据 就是假如说 我是新的这个连接 我只是 建立了 连接 然后做到商量 握手 然后他说 我不跟你发数据 不跟你发数据 那这个破限 它还是读不到数据 读不到数据 然后它就 那个 就不做数据 然后它只是说 就 就 只是 渡测一个 渡测一个 一个 一个 事件 到这个 破限 然后 下着高层 上来读 对 这个时候 就是说 那还跟这些 那个 就是 这个 不同了 就是 不会像那个 我们N2 一样是 我们刚开始肯定 就是一个 读世界 你 这样子 像这种 N2 它的这个 就是 我就直接读 就是一般 很多这种 网络框架 优化 都是 就是 在这个地方 也是做的 优化 他们看它 这个 N2 在这方面 就是 比较 比较好的 就是 我是先 直接去尝试读 不会 不会 做这个 读世界 因为 大部分情况下 你见过连接 然后后面 就会发现 就是你不需要 去做这个 做这个 读世界 这种操作 对 因为 你做一个读世界 都是 就是 系统调音 系统调音的话 就稍微试级到 这个 上压往的切换 只有没有试剑的话 才会去做 这个 你去 破试剑 然后 阻塞 这个 对 它就 然后它就会 我一直在这里 喜欢 有试剑 一破 那个 就会放过 没有 它就阻塞在 一破 外的这个地方 对 这个一破 现在就是 都是这种试剑 然后 它 它 它 我可 现在的时候 就是 刚才 我们接触 连接 它也是 整个 这个 第一起来 它们可以起来 的时候 可以提下一个 接触 TASK TASK 对 就是 这个线软车 就让你 接着请求 然后 那个 没有 数据 就是 它发现 这个 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你 我们刚才读 就是我们 就比如说 我们那个 这个 就是 读玻璃 刚才说 前面读玻璃 这个地方 也是 它发现 没有 玻璃不够的话 它才会 去 读塞一个 射件 到 这个 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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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 一破 这个 线软车上面去 读 它的读书 也是读 对 就是这个 卡通尼尼尼跟那个 NL1现在已经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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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那个 比它少 少了 一些 读塞 这种 这种 事件 这种操作 对 然后 他们这个 就 有个 做一个 有个 做一个 比较 到底是 这个 哪个 更合适 哪个 我们更 哪个 更适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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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堂里面 使用 然后 就是 第一个 就是 优势 我觉得就是 刚才我们 说的就是 他跟那个 他是一接受 连接过来 他就快去读 主动去读 读这个数据 然后就 这样就 减少了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注册跟 取消 注册这种事件 像按OE的话 他要先去 注册一个 读数据 读数据完了 有数据来了 我又把这个 取消掉 再交给后面的 这个 看着力量 我还能处理 这个 但他就没有 这种事件 烧了 很多 就是这种 系统调用 我觉得 这个 可能 还有一点 我们写的就是 他的限制模型可能更简单 他没有那个 少了这个 XSERV 然后 因为Pool的 Pool这个 少了一个线 然后 我确定了 其实 这个确定的话 也是这个 这个 确定的话 我想 就是 我这个 仔细 写这个 PPT的话 刹了很多遍 这个 他们看了这个 吐这个代码 他那个 对 就是 其实我想的 原因是 他这个 因为 就是 最坏的情况 就是我们 这个 因为他 他 就是 他 刚开始有 试验过来 他是有 Pool现在在读 读 把数据 负责感 读完了 然后他毁掉 这个 Cantinina 现在 然后就开始 去读 读 Cantinina 数据 但是没有 但是如果 假如说 这个 就是 没有的情况下 他是 就是 就是 Dubot的 Dubot的 情况下 还是会阻塞 因为Dubot会阻塞 而且 这个时候 就是Cantinina的性能 如果Cantinina的性能 他是在 假如说 你试了100个性能 这是刚好 你Dubot的 都阻塞 这个地方 因为 你Cantinina的性能 都阻塞掉了 那 后面 它这个 破性能 因为他会 接受性能量 他会提交个任务 到Cantinina的性能 来处理 这时候 可能会就 导致你会 没有性能 来处理 你的新建 连接这种事件 这种请求 对 所以说 我想的一点 就是 它会容易受慢客户中的 一些影响 对 这是我那个 就看代码 这种一些 一个结论 可以跟大家交流 对 一部分 例的容易突兵 就是 这个 因为刚才看到 它是 所有的 如果是刚开始 它所有的 都 试验能量 它会一个个 读Covid 把试验 把这个 I-R-Covid 所以说不出来 就是I-R-Covid 这个操作 是破性能量 如果是 很多这个 病发 这个 就是它的发射量 比较大 波得比较大的 情况下 那 它刚开始 这个可能是 容易 输到 它的Covid 进度会 比较慢一点的 它可能有影响 你的 间谍 这个信任 就是 复杂的 就是整个 整个代码 在相比 I-R-U的情况下 它的复杂性 确实增加了很多 它有 各种 回调 各种 Needer Company 这个 Needer Company 因为它是 能模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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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模拟 这个 I-R-U I-R-U 这种 这种操作 这种 写代码的方式 所以 增加了 复杂性 对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 没有啊 就是我说一下 就是 Needer 它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个 它的 Sentify操作 Sentify操作 它是那个 是基于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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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基于 用操作系统 这种 Sentify 就能拷贝 这种模式 就直接 从操作系统 发到 这个 发到 连接 这个 往前的 这个圈套里面去 但是 还是用了 那个 普通的 I-R-U 就 Needer I-R 这个 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 读出来 印射 然后把它 再写到 这个 圈套里面去 它这个 Sentify 它反而增加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性能的 升高 增加了 它的 拷贝的次数 然后 对 到底选 怎么选 就是 其实它们开了 90 默然还是 就是 从官方的 这个 配置 我们给大家看得出来 它建议还是 Importent 这个 NRE 对不对 然后 NRE 其实 因为它 现在它那个 好像 稍微损失这种 这种 性能啊 这种 这种 电量 转换次数减少 这个 系统 电量次数减少 系统 转次数 这个 呃 转换次数减少 但是 这种 性能可能 在我们这个 平时工程里 可能感觉不到 对不对 对 所以 介于稳定的话 还是 就 NRE 这种 对 然后 第一部分 还有 我们 就是 那个 第二部分 就是 它的 它们开的 它这个 历程 历程 其实我们 平时我们的开发 它们开的 好像确实做得太优秀了 其实我们感觉不到 它里面 这个 它的爸反身 渐连过来 到它读出来 读出来 然后到我们 就是 其实 他们 对 大家说 他们 它是 就是这个 Severly的容器 它是基于Severly 规范来 实现的一个 一个 对 一个 一个 一个容器 所以说 我们平时都是 基于Severly 变成 就是我们 第一个拿到 他们开的 拿给我们的 这个 接口 就是 说的 API 就是Severly 代表 什么 Request 跟 Pont 对不对 所以说 它里面 屏蔽了很多 这种 它的一些 到我们这个 到我们拿到的 这个 Request 那些传输 对不对 URL 那中间它经历了 多少是 复制了它中间 这个 八卦功能怎么管理的 我们平时可能都是开口 对 都没有 我们可能没有 机会 去了解 对 所以说 这个也是我们 之前在 做这个 IBI 网关的时候 我们会 因为在我们压策 到一些性能问题 我们就发现 这个 而且 在一些 口标 我们就 对这个 他们整个 内部的原理 进行了 一直 这个 这里的 自己的 这里 理解了一下 对 所以说 就总结订了 这个 它这个 这张图 就画出这个 它内部的一个 buff的一个 一个 原理 知道它怎么用的 对 首先它这个 缓成了这个 请求康 请求淘 就是 它第一次 进来 它是那个 首先说它的 对 Copy吧 对 从那个它到 用过它就是 我们把这个 谈料 就会一直搞 因为莫然 他们看它 也支持这个 就是那个 APR 协议 它是中国 它那边写的 它那种 鞋是那个 是 就是 D1内层的 所以它不需要 我们这个 这个 没有这么的 拷贝 但是我们默论的 按奥人鞋的话 它默论都是 对 对 对 这层的话 所以你不需要 我们中国 从内科来到 用户来 然后到 到 D1 展幻 再到它的 这个 整个 报 这中间就 两个 拷贝 然后它 拷贝过来是 中间有个 那个 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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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所有的 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 那请求行还没有写在里面 就请求行 它的 CAD 然后 Method URL QRestrine 然后 协议 整个都 它就要个标记 结果我们要想到 因为这些是不便的 我们在那个 读我们的这个 玻璃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会影响 这个把前面的数据 给 无论 给覆盖掉了 所以 它 读玻璃 因为 读玻璃 你可能 这个头 可能 比较 就 不到 512KF 它是 256KF 就够了 对不对 但你玻璃 可能是 一个大的 Pose 请求 你可能要发 几开 数据要 通过 因为它那个 Socker's size 但是默认是 默认是8KF 如果你有 上 你有Pose 给你 请求 你会到到 到16KF 你可能要 Copy多次 对 它就会 对 对 再对外图 再 靠到那个 BuyBuffer里面 然后从那个 Cat End of Set 那里 Pay那里 开始重新写数据 再 再整个上级 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 上面 这个 Pose 所以 如果整个 你也Copy出来 一直 两次 三次 Copy 就我们Pose 请求 对 嗯 嗯 然后对 写模型的话 就是 我们评说 我们这个 写的话 就是我们 一般是 Nine-China 或者 Gangin-Pose 那个 Auto-Pose 那些 BuyTown 然后就是 对 大概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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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Buffer 开了BuyBuffer里面 就是活动 它一些 这个 响应扛 响应托 对 然后再写到 BuyBuffer里面 对 大概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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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写的 一个 BuyBuffer的流程 然后 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我们 他们看着它 液质比 收别多了 就是它这个 Kalaz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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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 大家就说 打破了这个 双筋 尾巴模型 我们今天开的 Kalazalot 一般都是 一场一场 先问 先问 他的父亲 有没有 家载 父亲再问 他的父亲 一直到 这顶上 对 他们开了 它这个 Kalazalot 就是 这整个 它的一个原理 就是 它一个 启动的 家载 就是 它的 它怕的 就是 它自己 这个 Kalazalot Kalazalot 它们开的 Kalazalot 它们开的 GAR 这样的 它们就 它们就 取通类子 这里面 Kalazalot 是这里的 Kalazalot 然后它主要是 它对内 做了一个 它 Web App Kalazalot 这个主要是 因为他们开的 它就是 部署 这个 多个 服 我们一般 从我们 能够多个应用 对不对 它怎么 隔离呢 就是 每个应用 有一个 Web App Kalazalot 然后它这里面 一个是 它会 进入那个 从没有 从那个 ET里面 加载一下 然后它没有的话 它就再从它自己 这个 它这里两个顺序 一个就是 先从那个 Kalazalot Web App 这个是我们自己 写代码的 Kalazalot 然后那个 还有就是 它是我们 应用来包 对不对 而且这里面 它有分顺序 所以说 它先加载Kalazalot 所以为什么我们 能把一些 我们应用来的 第三方的框架 然后我们能 同写 同写 而且它能 加载的 有趣就是 因为 TOMK 它先加载了 Kalazalot 我们是编译的 Kalazalot 里面的 Kalazalot 路径 代码 在家的 依赖包里面 路径 对 因为时间关键 我快点讲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好意思 我们起码 一些实践 起码 起码 全部是 TOMK 包括是 我们原生的 就是 所有 TOMK 部署的 还是 Sputin布 等来嵌套的 对 全部是 TOMK 默然 TOMK 的容器 我们前面 TOMK 然后我们 一些 关于化 就是我们线能处 就是 你看到你的线能 其实我们所有的 web 服务 都是Io型的 因为你要 独自设计库 你要调 RPC 你要调各种 原生服务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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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主材性的服务 主材性服务 你可以 web 服务 你可以 基本上可以设立 给大家这个线能处 对 不然的话 你可以 认为你的 跑不满 然后 backlog 就是我们的 连接对立 就是我们 因为你 TTP 上次握手以后 你需要 你要经过这个 先到backlog 里面等到那个 accept 就去接连 所以我们这个 moners 设计是1024 moners 100 对啊 你在GCS 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 接连 然后我们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那个 他们看 你一个连接 能用多少次 它是有限制的 不像 现在你是长连接 比方说 kipel 那我你设计这个 但是 他们看 moners 也是只能限制100次 对那个请求 发生完100次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 头里面 规划 一个close 如果你不close的话 你可能就示范 你不会 你 你用也没用 会报错 对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 调得比较大 就让连接近可能复用 减少渐连的开销 还有就是我们 这个头跟那个 群众行 群众行的一些大小的试子 我们整个 我们有 如果你公司 会有这个 经过 NTS经过网关 经过 然后他们看来 一些头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会 等你失败 一顿排查 是哪里哪里的问题 因为我们 碰到很多这种 case 所以我们经过 把这个前列 里面把试子 是一样大的 对 减少这种 这种配置的问题 导致差很多时间 对 然后就是 连接 这个好像刚才跟那个 跟那个差不多 对象词 对象词 对象词的话就是我们 这个 他们看来 它那个 就是 做了线文 还做得比较好的 一句话就是 它用了很多对象词的一些技术 不过它那个 Socker的频道 就是我们 因为它会 我们建联的 它会 它会 没有很多 这个Socker的 线路 因为它都会 做一些地上词来 缓成 一本的线路 一本的 Catch 一本的 Catch 是 NLBE里面的 对 然后 现在是Socker的 Socker的 那个 Process 就是 我们它读 它那个 有时间读 它是提交给 Catch NLBE里面的 Catch NLBE里面的 它提交里面 都是TEDG嘛 TEDG它都是 广成的 都是同用的 对 然后 Socker的 Process 提交现在的 运行里面 它等等去解析 这个请求 Confer 请求讨论 这边又是同用的 又是找了一个 Process Process 它也是做广成用的 就是 尽可能 减少 6地上的 开销 对 这个就是 那个 缓存 对我们当时 那个 就做到的 就是 因为它这个 Process Process 跟其他几个 对象还不一样 就Process 跟Socker的 Catch 不一样 它的那个 它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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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缓存 缓存 对象 有一个东西 缓存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速度 速度 它有些 是有 容量 有大小限制的 不会 像这个 RTB 那个 Process 它这个 大小 初始大小 它是 不论是两百 但是 它是 它是 里面的负一 里面的负一的话 就是 导致在一些 没限制 因为它 可能你缓回去的话 它会膨胀 膨胀 膨胀的话 就会 负一吧 你膨胀 它没限制 所以你十遍 就是一直捧膨胀 如果你并发压设 就导致这个 比如说 两百 五千个并发压 这些都 缓回来 它都膨胀 都 全部缓存起来的 就会导致 我们在 这个 做的可能 因为 它这个东西还会做 那个 为了做这个 节目的监控 把它这个 全部 节目的 一个 global 那个 这样把它 重计出来 重计出来 导致 它的这个 它只要 送回去 它就不会把 这个 那个 节目的 你记得 不就 安理 就是 所以会 因为 这里面会很多 因为这个 这个 那个 request 它还会 那个 它有 它这里缓存在 你的request 你的request 都全部绑在里面 可是 你会发现 我这些东西 全部都已经想要完成了 都已经处理完了 来的请求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缓存里面 当委 怎么看 这些东西 怎么还在这里 就是 它这个 负义 没有限制 我也不知道 这个 它这里跟 设计一些 作为关系教练 它是跟 而且他们都是 确实学的 而且为什么 他们要试 这个 负义 不做限制 导致这个 会有一些 这样的问题 对 好 对 这就是我 这个决定的分享 谢谢大家 喂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 提一个问题吧 有没有 有想问的问题 可以 问一问 老师 首先 感谢老师的分享 然后 我想问一下 在那个 NIO的模型里面 就是 Catalina的 工作线程 然后会 解析 读取 解析 请求行 然后读取 并解析 请求头 然后读取 并解析 包顶 然后 以及 执行到 用户的代码 这中间 会涉及到 那个 线程的切换 然后 具体切换 多少次 在哪些点 这个地方 它在那个 Catalina的卧室 它切换 它只有在 你读玻璃这个地方 一个是 一个切换 有可能是 假如说 你读 请求行 请求头 假如说 你请求行 玻璃还没来 假如说 你TTP前面 操作重裁 网络发生 包 都看小了 读玻璃来啦 网络中间 这个 那个 就超时了 那你至少 他读不到 他就会 去重新让 那个 破线去注册 这个时候 有一个切换 如果 就是 包不高的时候才有 一直读你玻璃 玻璃如果不高的话 这个时候也会有一次 因为它 这个时候它不会堵塞 它会堵塞在这里 OK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 比如请求头 比较大的话 有可能会 导致切换多次 是吗 请求头比较大 对 请求头不会 对 如果它不来 对 如果它 如果它 它那个 它读多次 也可能 因为它那个 说过的大线 是有限制的 如果你说 大线那个 因为 它一直是8K嘛 就是如果你 超过8K 它也切两次 因为你系统调音系统调音 就是切换的 OK OK 我了解了 谢谢老师 谢谢